女排全锦赛男剑国手名将身影 全面检验后背力量 经过10天的激烈争夺 中国电信2021年全国女排锦标赛 10月28日晚间 在广东江门体育中心落下战母 上海 山东和江苏分货冠亚季军 虽然此次各参赛队在人员配备上进行了调整 男剑国手名将身影 但各队都有诸多年轻队员登场 有着令人眼前一亮的发挥和表现 也让此次全国女排锦标赛 成为全面检验全国女子排球后背力量的一次重要赛事 年轻选手的亮相 虽然使得各支球队的整体发挥还不够稳定 但他们面对难得的机会 大多展现出敢打敢拼的良好精神面貌 使得此次全国女排锦标赛的诸多场次竞争胶着 白热化的场面层出不穷 例如20日的首场比赛 四川女排就在第二局和良宁女排 打出33比31的高比分 随后江苏女排在首局比赛中 也和北京女排战至29比27才奔出胜负 年轻队员在此次全国锦标赛上展现出了美分必争 永不言弃的好作风 也是各队在重视培养年轻选手技术能力的同时 抓好作风建设 注重在日常训练 比赛中传承 发扬女排精神的一个缩影 通过此次全国女排锦标赛也不难发现 凡是重视后背人才梯队的球队 都已开始分享到人才红利 此次全国女排锦标赛进入四强的上海女排 山东女排 江苏女排和天津女排 都是在后背踢队建设上 投入多且长扎不屑的传统省事球队 福建女排虽然多年来处于成绩上的低谷 不过她们通过对后背踢队的打磨 形成了具有自身较先鸣刻点的技战术体系 这次全国女排队建设设设设计